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罗门 欢迎您一起来研究《以习结书》 今天在这个单元里 我们会提到《以习结书》的整体的内容简介 在《大先知书》里面 特别有两卷是在贝鲁以后所写的书卷 第一卷就是《以习结书》 第二卷就是《戴伊里书》 那么《以习结书》是在前瞻圣殿将来的复兴 而《戴伊里书》是在前瞻以色列在国度上的复兴 无论是祭司《以习结》或《戴伊里》 其实都是跟耶利米南国末年同时代的人 那么《以习结》是在祖前的五百九十二年 在约亚金王贝鲁到巴比伦以后的第五年 蒙造做限制的 那个时候按照《以习结书》的第一章 第一节内地提到他正好三十岁 《以习结》的名字在西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力量 神兼顾 当然《以习结》最主要的目的是写给那些被掳在巴比伦 可以说住在加巴鲁河边的那些的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他有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和荣耀 《以习结书》的背景就是以被掳到巴比伦的早期的历史为基本的背景 那当时候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 按照《以习结书》的时间点来讲 应该这一卷书是完成于祖前的五百七十年前后 那么《以习结》他出生于祭司的家庭 从一章三节可以看到 那个时代刚好是犹大王约西亚改革的一个年代 但是很可惜就在约西亚王后来 因为在哈米吉多顿 那叫米吉多的战役当中 结果被埃及的法老王所杀了 那么约西亚王所带来的复兴运动 忽然之间就完全中断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在犹大末年以后的国王 再也没有一个兴起来像约西亚王那样 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正的事了 因此我们说在二十五岁之前的以习结 他活在南国耶路撒冷那一带 祖前的六百零六年是第一次贝鲁 五百九十七年是第二次贝鲁 那么第一次贝鲁的时候有但一礼 第二次贝鲁他就跟着约亚金王可以说出城投降巴比伦 那个时候尼布贾尼撒掠掠掠整个耶路撒冷 宫殿的财宝 还有许多的官员 国中的贵族 领导阶级都被掠到巴比伦去 当然我们说 当一个祭司被掠到巴比伦去 他原来的工作是在圣殿 可是他一旦离开他的圣殿 可以说这种祭司的职务就必然要停止 当然上帝呼召以西节成为一个先知 先知他要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 之前有一位年轻人也被鲁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戴伊礼 那么戴伊礼的年龄跟以西节大致上差不多 只是戴伊礼第一次被鲁 所以等到以西节第二次被鲁的时候 可以说戴伊礼他的名声其实已经传开了 因为以西节被鲁到那个地方 我们看到他一生忠心于上帝的侍奉 上帝使他在加巴鲁河边 在犹大人中间开始侍奉 加巴鲁他是一条运河 可以说是巴比伦北边优法拉底河 往东南流到尼泊尔这个地方的一条运河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犹大人 有自己的宗教组织 有自己的社会的结构 基本上生活还算不错 但是他们内心都寄望于回到耶路撒冷 这些被鲁的人 他们非常的密切注意到 耶路撒冷局势的发展 当时候我们提到在主前的586年 第三次被鲁 之前是西底加王当政的时候 在当时候有许多的假先知 也说很多的预言 是提到这些被鲁去的人 很快就会回来 所以因此我们说 耶利米在南国末年 他是留在耶路撒冷 来说预言 做先知的 而以西节当他被兴起来侍奉的时候 上帝也借着他传讲信息 有些信息也会传到耶路撒冷 因此我们说 这互相的辉映 当时候就是这种的光景 可是因为有许多的假先知 所以信息非常的多而混乱 我们记得在耶利米书的29章提到 上帝要耶利米写信给这些人说 要在那里落地生根 取妻生子 盖造房屋 栽种农作物 长久居住在那个地方 因此以西节就在这种的光景之下蒙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西节他的信息 非常清楚谈到上帝的荣耀 以及上帝的审判 特别是在第一章 当然以西节书很特别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 是用第一人称 用我来表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以西节呢 当然我们从经文里面 可以看到上帝称呼他为人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西节书的第一章里面提到 他介绍他自己 是在约亚金王贝鲁去的第五年 那么直到他发预言 可以说至少二十五年以后 他发预言 就是在以西节书的四十章这里说 我们被掳第二十五年 耶路撒人成功破后十四年 就在那一年 那么上帝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以西节的侍奉的开始 到他至少被掳二十五年 前后我们说 有二十五年以上的时间 他是忠心的 在这一群被掳的人中间 传讲上帝的话 那么可以透过 以西节书的二十九章十七节 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时间观念 那么在以西节书里面 最常用的一个名词 希伯来文叫做如阿 如阿这个字可以翻译为风 特别在以西节书的第一章 第四节就提到有狂风 十七章第十节有东风 还有五章十节的四方 就是四方的风 那么这个如阿这个字 除了有风的意思 还有灵的意思 像耶和华的灵 圣灵也是如阿 那另外还有生命气息的意思 最明显的就是在第三十七章 以西节书 那你提到先知就发预言 要命令风吹入 这个骸骨里面给予气息 因此我们说气息也是风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气息 风 灵 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 那么先知呢 蒙造的时候 那就是跟这个字是有关的 因为在第二章第二节就提到 灵就进入到我的里面 也就是因着有上帝的灵 先知以西节被呼召 他才能够传讲上帝的信息 而上帝的信息一出来 就可以使人的生命能够有活力 所以因此上帝的灵 上帝的气息 上帝的话语 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不仅是让以西节有能力 能够站起来传讲上帝的话 更是让他能够对那一群 以色列人能够传讲 那个有盼望的信息 使以色列人也能够再一次的复兴 因此在经文当中 也出现了一节非常多次的 至少六十五次的一句话 那句话叫做 他们或者说 你们必知道我是神 也就是先知的使命 是要来传讲上帝的话语 而使这些人知道 唯有上帝才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因此我们说 谈到以西节的最主要的一个使命和异象 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在这个被虏之地 虽然圣殿已经离他非常的遥远 可是上帝仍然在异象当中 带领以西节回到圣地 甚至回到圣殿 在这种的启示之下 可以说上帝的荣耀 一次一次的彰显在以西节的生命当中 眼前 甚至于让他的身体承受不住这种的荣耀 所以上帝多次称呼他为仁子 仁子的意思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真的需要上帝的灵才能够站起来 所以上帝的灵一次一次的降临在以西节的身上 然后扶持他站起来 让他能够去领受信息 让他能够代表上帝去传讲信息 使他能够开口 他就能够开口 上帝使他所传讲的信息 许多用比喻的方式 用象征性的动作的方式 用许多的道具来传讲他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戏剧性的表达方式 让这些听的犹大人可以说印象一定非常的深刻 因此我们说以西节在 这一卷书里面所谈到的 就是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守望者的角色 他要替上帝来做守望者 向那被盗的犹大人 以及他周围的几个国家 来宣判上帝的信息 同时他也要做一个守望者 不仅要宣告所谓审判的信息 更是要兼顾那些被掳的渔民 他们的信心 使他们对上帝的复兴和他国度的荣耀 仍然充满了盼望 特别是圣殿的重建 就如同我们一开始的提到 就是在以西节书的后面 谈到圣殿的重建 上帝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 已经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圣殿 从离开圣所 至圣所到圣所 从圣所的门槛又离开 然后又到了朝东的东门那个地方 那么离开的东门 又来到了这个东边的橄榄山 可以说上帝就一步一步的 依依不舍的离开他的圣殿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圣殿已经不像圣殿 所以上帝再一次的 能够在以西节书的后面 特别是在这一个 33章到48章的内容 谈到圣殿的重建 因此我们说 以西节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这48章当中 有四个部分的结构 是我们必须要简单的说明 第一个就是隐言的部分 第一章到第三章 谈到他的蒙照 谈到他见到的几个意象 谈到看到活物 有四个活物 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四章到24章 就是向本国发出审判的信息 包括了我们说尤打 他的悖逆 以及上帝的毁灭 第三个部分就是从25章到32章 这个部分是特别 针对有特别七个国家 列国来发出审判的信息 最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从33章到48章 提到有关于将来上帝的复兴 特别是圣殿的重建 神荣耀的归毁 因为我们说过神荣耀已经依依不舍的离开 现在神的荣耀又再一次的回来 这是以西节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跟概念 好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 下一次再继续的与您分享 上帝祝福您 再见